昨天两场补选的成绩已经出炉 虽然说这两场国州选举的成绩 对目前的局势影响不大 但可以看到分别迎下 彭亨刁曼州习的国阵 以及迎下击打巴东色海国西的国盟 他们对这次选举的成绩都有各自的诠释 试图要在舆论上带风向 让大家相信目前的局势是对自己有利的 国阵在刁曼州习以500张多数票险胜 彭亨大臣望罗斯迪昨天回应记者时表示 这次胜选是选民已经接受国阵和西蒙合作 一次最好的证明 但在另一场选举中胜出的国盟 也有自己的诠释哦 国盟主席慕尤丁就认为 国盟在巴东色海胜选 显示人民对团结政府没有信心 也正是因为对西蒙国阵的联手感到失望 所以才转而支持国盟的 总之无论是国阵还是国盟 双方都在选举后的舆论擂台 有自己的盘算 国阵要借着这场胜利 舒缓党内因为联手西蒙所带来的不安 国盟当然也是想借着这股反风 削弱新政府的地位 但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 国盟如今势如破族 在巴东色海赢得16000多张的多数票 轻松碾压对手 这就让几打大臣沙努西春风得意 他还扬言如果之前是周选和全国大选同步进行 国盟是能以狂风扫落叶之势 横扫所有36个击打周一席 送对手零鸡蛋 另一方面 新报以数字制分析员的看法 认为这两场选举的成绩 其实不足以反映全马人民的投票意愿 至于团结政府中的西盟和国阵 可能要继续在明年举行的六场周选中 分工合作 共同迎战主要对手国盟 分析员是认为 国阵可能会需要在三个周数让路西盟 分别是槟城 雪兰儿以及森美兰 至于在击打 吉兰丹和登加楼方面 则是由国阵作为主力 如今谁是盟友 谁是敌人 已经壁垒分明了 下个战场就是明年的六个周选 这也向全马人民预告了 我国的政治肥皂剧 没那么快会落幕哦 持续关注和订阅热点Hotspot 也欢迎你点赞和分享这支影片